行政院如果造謠說謊 蘇貞昌要關三天嗎 今天的行政院 台北市長柯文哲他特地去 他非常善意提出了四點建議 當場蘇貞昌還告訴他 這方面你是專家 所以你的意見我們會參著 沒有想到柯文哲一離開 行政院居然開記者會 他截了一張圖 說台北市牛肉麵的冠軍第一名 他賣的就是含有萊劑的美牛 就沒想到店家PO出了一個證據 他說我們是零檢出 行政院如果造謠說謊 沒有責任嗎 要之後政壇傳言 來 人牽手牽手 背後下毒手 人在離開行政院 怎麼會痛我死 我跟觀眾朋友講 有必要用這種陰招嗎 柯文哲這麼惡劣嗎 柯文哲已經一年都沒有 去行政院會了 因為通常大家去看六都 真的不一定是市長出席 都副市長出席 今天柯文哲要去行政院會 因為我們跑的 政政行為我們都知道 行政院那邊一定會收到通知 早知道你要來 院長收歡迎 發言人投給你死 有這樣子的 圖都已經做好了 知道柯文哲要建議 就是我們常常在講的 你既然擋不住萊豬 那可不可以標萊劑 其中幾個建議當中 就這裡有沒有 要落實追蹤管理 而且要強制標示 萊克多巴胺的萊劑 這樣會很惡劣嗎 這個要求會很過分嗎 我覺得你現在可以看看 我們現在台灣的民眾 不管藍綠 你投給蔡總統 或是你希望韓國瑜 誰會反對他標萊劑 我記得偏綠的民調裡面 都七成 六成以上 是希望說要標萊劑 偏綠的不是人嗎 偏綠的人就想吃萊克多巴胺 他沒有三高嗎 陳松都不敢吃了 酒精 酒裡面標示有酒精 有問題嗎 飲宴上面顯示說 吸煙鍋量有害健康有問題嗎 標示萊劑有什麼問題 我不理解 不行 那個WTO說不行 哪一條說不行 美國說不行 哪裡說不行 那美國的基改食品 為什麼我們台灣可以標 而且我覺得最奇怪的是 因為高嘉儀的影片 也告訴大家 這是我們政府 片面自己要開放的 等一下 要跟你說 誰會跟你否認 沒有 那天證後人 次長沒有明確這樣講 那你告訴我 那既然沒有明確這樣講 所以是美國哪個官員根本要求的 請外交部出來講 簡單說 好 那總之 我們也不用講這麼氣氛 不過等一下 我也比較氣氛一點 柯文哲他跑去跟行政院 提出了一個地方首長 他是六都的台北市市長 他對行政院 開行政院會 提出這個建議 合措之有 但是我今天要跟大家說 你可能報紙上 解讀不到這一段 就是說要用一個圖 去打臉要來的行政 就像什麼 我舉個例子好了 就像2000年的時候 阿扁當選的總統 連鎮好高興 總統萬言書給你 核四要續建 台灣的經濟 結果連鎮人都還沒有離開總統府 張俊全都開記者會 說核四停建 就是這種打臉 那你今天出這個圖 圖是真的就算了 你在柯文哲建議 要對萊劑標示的同時 你狠打臉說標什麼標 柯市長你幫幫幫忙 你們台北市的牛肉結 牛肉麵結 裡面的冠軍 還有黃山山副市長跟他 一起這樣頒獎的 你看他的菜單 他還去找菜單 我還特別去看 他的前幾個推薦的招牌的 他裡面有寫 牛肉的產地 字太小你看不清楚 他寫美國 有沒有 那美國牛肉 在我們的第一名發言人的眼中 他就等於是含萊克多巴的牛肉 簡單一句話就是 所有的美牛都是萊牛 最近我聽到這句話 其實我有點誤解 因為我從2012年 知道國民黨 那個時候主導三讀通過 2012年7月25號以後 我都記得美牛是美牛 萊牛是萊牛 因為不是每一塊美牛 都含萊劑 未來也是一樣 美豬 現在有美豬 美豬是美豬 萊豬是萊豬 分開 沒有 發言人跟你講說 因為所有的美牛都是萊牛 所以這一家冠軍牛肉麵店 他所推出的 這一些牛肉麵 都是萊劑美牛 我怕觀眾會有點誤會 會以為這是我們做的圖 這不是 這一張圖是行政院 他們自己做的 是行政院會的記者會上面 那官員是排排座 後面這一張是他們做的 他們黑紙寫白字 非常指控說萊劑美牛 這是他們說的 不是我們說的 什麼叫行政院發言人 就是我們國家 最高的行政機關 他負責代表發言的 其實說實在 他就是政府發言人 他講的話就代表政府 你今天要做土沒問題 你做出這個土 你要土在這裡有沒有 現場記者可以看到 這個電視場的土 就他背後投影出來的 你已經做出了這個土 我就先講一件事情好了 當你做這個土的時候 你有沒有想過一件事情 行政院告訴大家 那一家牛肉麵店用的 都是來牛 那一家牛肉麵店 從今天開始生意 一落前上沒有人敢去吃 誰負責 他如果怪店 如果小孩的學位沒辦法出 你要拿他負責嗎 所以這個事情其實基本上就是說 你怎麼會為了要讓萊豬進口 而直接攻擊 有差別的攻擊 插自己大腿說你怕不怕 你怕不怕 傷害自己國內的牛肉麵店 之前陳其中講過一次有沒有 說所有的牛肉麵店關店 然後後來改口三分之二 好問題來了 如果是 因為這段期間 我也一直覺得這是都市傳說 所有的萊牛都是 所有的美牛都是萊牛嗎 其實我自己也不清楚 因為政府告訴我 結果觀眾朋友來看一下 在這個計額開完 沒幾個小時以後 這個店家他也不堪 不要講其辱 不堪其擾 我怎麼辦 人家早就去驗了 因為他賣的是美國牛 所以他早就去驗了 萊克多巴胺這一行有沒有 萊克多巴胺未減出 也是完全沒有 所以這張圖一貼出來以後 證明兩件事情 第一個 這家店根本用的不是萊劑美牛 你誤會人家 而且你傷害牛肉麵店 除了這家之外 所有的牛肉麵店跟牛排店 都被你參了 因為所有的美牛都是萊牛 所以你只要這兩年 有吃到美牛的 你就燒萊劑了 這是錯的 第二個 今天的這一張圖 所弄出來的 會告訴你就是說 那個所謂所有的美牛 都是萊牛的基礎 顯然有問題 陳濟聰講的顯然有問題 顯然確實有很多美牛是不含的 好 那我補充一句 這個話題也講滿久了 我們去把它做個結 再轉一個話題 這個第一名他講說 那應該是這些美牛 在美國飼養的時候有用萊劑 但是後來慢慢的代謝以後 現在驗不到了 你怎麼知道 你怎麼知道美國的 這個牛他當時有吃到 行政院的第一名告訴大家說 他在美國是有吃這個瘦肉精 可是後來因為他驗不出來 他已經把它是個消化掉了 這太離譜了吧 陳濟聰有跟大家講 美國現在以前八成用萊劑 現在只剩22% 所以是怎麼樣 以後從明年又要開始 所有在台灣的每一頭美豬 都是萊豬嗎 現在的每一頭美牛 都是來牛的來台灣的肉品 你到底根據是什麼 就跟剛剛那個一樣 而且我覺得丁一鳴講這個 我比較好奇的是 那他怎麼證明說 他們用的這些美牛 在美國真的有吃過瘦肉精 只是後來沒有驗出來 你怎麼去證明沒有的東西 楊總你不要想太多 連台灣自己牛肉麵店 根本沒用 他都說他有用了 他怎麼知道 那一頭牛在美國吃飼料的時候 到底有沒有 他自己想的 就是人家驗出來沒有 他硬要說他有 我覺得行政院的發言人 不要在就是不確定之前講了 因為你也不是什麼 這個所謂的網紅什麼 你代表行政院 你一定要講得非常精確 那同樣的非常精確的一件事情 我們今天在國民大會 來跟大家講清楚 國民黨那個影片 到底是該不該被告 有沒有造假的這個影片 那現在吃飯時間 對不起 我們就只給你看一張照片就好了 可能你有看過影片 吃飯時間不要看影片 國民黨推出了一個 所謂的這個美豬吃完了 這個萊克托巴恩之後 然後被屠宰的屠宰場當中的影片 然後這個影片當中 其實說實在我看了好幾次 真的也覺得看完之後會很怕 豬抽搐 然後打在地上 然後骨骼脆弱沒辦法站起來 然後導播給大家看這個影片 但重點在於這裡 這個影片的來源是2015年的時候 有人跑到這個美國的 就是明尼蘇達州的這個 就是屠宰場裡面去拍 這個養豬場 那拍了以後 這個影片2015年 就造成美國很多人的討論 因為這一家屠宰場 它所屠宰的豬 是有使用萊克托巴恩的 可是偏偏這個影片 它本身貼在網路上的時候 它並沒有在標題上面講說 這是萊豬的反應 而是說這是一個 不人道殘忍的屠宰場 所以你可以看得出來 包含了我們的農會主委 曾經講說這有問題 你去網路上看一下 就知道了 大部分的豬吃萊克托巴恩 沒有什麼問題 然後這個我們的房檢局的副局長 就說國民黨這個影片要告了 因為你這根本違反社違法 影片講的是屠宰流程 沒有提到豬隻使用瘦肉精 所以用社違法送辦 我跟觀眾先講一個簡單結論 因為國民黨現在可能也賊了 要走你看一下 來 導播我們再回來看一下 這整個影片我看了好幾次 他的第一句的旁觀就是 這是瘦肉精豬隻的屠宰場 他不是說這是一隻吃完了 瘦肉精之後倒在地上 因為瘦肉精讓他倒下來 沒有 用擦邊球的方式 所以他其實告訴你說 這一頭豬是有吃萊克托巴胺的 那你回到2015年就知道了 那個QPP屠宰場屠宰的豬 真的是有吃萊克托巴胺 昨天高雄還發生了一件事情 全高雄在昨天他祭出了 他們的議會通過了一個全國最嚴格的標準 不只豬 連牛都不可以有 驗出瘦肉精 但是大家很好奇 民進黨現在在高雄執政了 現在主政的是陳其邁 議會裡面有很多民進黨 還有包括時代力量的議員 怎麼會通過這個全國最嚴格的標準 到底發生怎麼回事 謝謝來看一下昨天議會的過程 我希望把這一個 修正案裡面的豬肉的豬把它去掉 如果大家擔心的是肉品裡 man磋肉精 那我們就把它用成肉類跟其 相關的添加物不得檢出 這個如果我們今天要求 這個萊克托巴胺零檢出 我建議那不只是剛剛邱俊憲議員講的 牛豬都要零檢出 所有的農藥食品添加物 通通大家用最天然最自然的東西 不要有任何的添加物 通通零檢出 那就變成了所有的民進黨 國民黨五黨籍 全部都接受高雄市的市民 任何一個肉品都拒絕瘦肉精的這個部分 是不是 我們本來很好奇 原來民進黨的議員造反 或者陳其邁造反 是因為他們自己出了一個大烏龍 國民黨提出一個希望說美豬 他們高雄的豬肉要零檢出 民進黨的議員他以為自己很聰明 他說你乾脆連牛都一起零檢出 國民黨說好啊 有什麼不可以 結果沒想到就這樣通過了 是 其實這真的是滿好笑 就全國最嚴格的禁止 萊克多巴胺的這一個條例 居然是民進黨的議員提出 國民黨複議而已 國民黨只是複議 首先到底發生什麼事呢 其實一開始國民黨已經假期動員 假期動員就是準備要去 打這個食品的這個自治條例 那食品安全自治條例 希望能夠禁止這個美豬進來 就萊克多巴胺美豬進來 結果當時民進黨的人一看 這個人數 他們的人數比不過國民黨 因為國民黨是多數 所以當時他趁著中間 大家都在流動的時候 看起來很多國民黨議員走出去 要偷襲 對 林智蓉馬上提出來說 主席 不好意思 我們現在開始點人頭 如果人頭不夠 自動留會 他想用這個方式 我拚不過你 我現在就是用這種 議事程序的方式讓你留會 結果陸淑美 就是他們當時的主席 就一看說 那我們先休息五分鐘 因為大家人主還走去 等大家全部就位了 我們來點名 結果五分鐘之後 因為國民黨是假期動員 全部跑回來了 全部跑回的時候人數多了 夠了 那開會 因為超過33個就開會 那開會的時候 國民黨就提出來說 那我們建議是說 食品安全自治條裡頭 要加就是你的豬肉裡頭 不可以驗出萊克多巴胺這樣子 他只是這樣子而已 結果這時候邱居憲 就剛剛講出那個名言 那現在受益金美牛也有 如果議會擔心受益金的話 應該把美牛也修進去 就是這樣子 他就說你要把那個豬字去掉 以後肉品 只要肉品 其實不是只有牛跟豬 錯了 是包括雞 蟑螂 穿山甲 只要是有來個都不行 全部都不行 穿山甲 保育類 穿山甲也不能吃 穿山甲本來就不能吃 那是保育類 反正只要是肉品 全部都不行 結果他以為國民黨這樣 一定會鎖回去 因為他們認為說 你這個美牛是馬英九通過 你們國民黨一定要捍衛 這個條例對不對 結果沒想到陳丽娜掉出來說 好 那有什麼問題 對 改成所有的肉品也不錯 結果國民黨議員旁邊就這樣 支持... 然後就過了 沒有 他就糗了 糗了之後高敏銘馬上跳出來修正 他說如果你都要零檢出的話 農藥 食品添加物 全部都要零檢出 國民黨敢不敢做 你在講一個根本不可能的事情 因為所有的食品添加物 都零檢出的話 大概什麼東西都不用吃了 就這麼簡單 所以這個因為 他說你這個已經超過意識範圍 結果他就被擋掉了 擋掉之後 你知道陸淑美就問了 那針對邱俊憲提出 你看民進黨提議的 拿掉豬的文字修正有無意見 這個都有議會記錄的 都記錄了一下 所以這個案子是民進黨提出來的 然後拿掉豬的文字修正有無意見 在場議員同意 因為民進黨人數少 然後他們知道自己評不過 所以後來就沒有再繼續抗爭 就全案三抵通過 這真的不是普通的蠢 自己提了一個爛案子 然後問你有沒有意見 連自己提也不可能有意見 就這樣過了 是 所以這個高雄市立刻要聲 變成全國最重視食安的一個城市了 那可是市長的反應聽起來怪怪 那個陳清白就很尷尬 因為這案子是民進黨提的 所以有點尷尬 所以他說必須送中央來做備查 所以有關法令的適用或者解釋 由中央來做統一的解釋 異國多次恐怕在法令的施行 以及法律適用上會衍生爭議 他只好說那個中央也不見得會核准 這個會有爭議不好 就大概用這種方式 可是我比喻講 其實地方自治的精神 就算每個地方有他自己各自的條例 而且他訂的法規是比中央還嚴 不是比你還鬆 比你還鬆會有法律上的爭議 比你還嚴的話 理論上來講是 根據大法官檢視文是沒有什麼爭議的 當然這一屆還要打憲法官司 我覺得陳清白有個最大的問題 他角色混淆了 其實你是高雄市長 你不應該跟你的議會對幹 而且基本上是 你民進黨的議員提出來的 你怎麼會去否決 你民進黨議員提出來的東西 以市長的角色 我告訴你 如果我是賣賣我會這樣講說 我完全支持議會的決定 我尊重高雄人民做出來的一個決定 那中央會黨 中央就去黨 中央自己的事 你幹嘛去幫中央樂主帶袍 然後你自己角色混淆了 不是 要知道你忘記一件事情 因為他本來是中央 他是行政院副院長 他可能是用行政院副院長的身分來發言 可是我覺得他真的嚴重錯亂了 你怎麼可以跟自己的黨籍議員 來對抗 你如果認為陳其邁錯亂的話 有一個人更錯亂 這個人叫林志宏 你知道林志宏非常生氣 今天早上就開了一個記者會 什麼記者會 民進黨和立法意見 都有顧及市民的健康 國民黨卻利用這種事情 進行政治操作 犧牲市民健康 應該向高雄市民道歉 你聽得懂他在說什麼嗎 所以他是說禁止瘦肉精 等於說是跟國民的健康做對抗 對 因為大家吃不到萊克多巴胺 就沒辦法健康了 你知道 是這個意思 所以萊克多巴胺是有助健康 對 萊克多巴胺大概跟 維他命一樣 是一種健康食品你知道 你這樣害了全高雄市民 永遠吃不到萊克多巴胺 你該當何罪 這種不用關三天 沒有 林志宏的意思不就是這樣子嗎 因為他認為說國民黨這個 犧牲了市民的健康 那不吃萊克多巴胺原來 會對健康有害 這個是顛覆醫學 就我看林志宏 快要得諾貝爾醫學講 真的 這太神奇了 實際上中央是不是一直有意見 有了10月的時候 蘇貞昌也講過 他會發含要求針對食安知識條例 有抵觸中央法規疑律者修正 可是問題是 現在很多地方的都已經反彈了 那我們就看未來這個憲法官司 到底怎麼打下去 除了受受精 我相信大家很擔心這個疫苗 輝瑞的疫苗在前幾天 他公佈出來說 他的有效的比數比例很高 高達9成 這個消息一出來之後 股價就大漲了 但沒有想到 就在股價大漲的隔天 輝瑞的CEO居然大量的 拋縮他的股票 這到底怎麼回事 我們下期編課馬上回來 我們下期編課馬上回來